自喜莱登政变由国盟接手执政后 哈迪阿旺受为中东特使 并在日前撰文 只在2018年全国大选后 就已经开始策划喜莱登行动 推翻西盟政府 他也强调 由巫统 土团党以及一党等政党 组成的国盟政府 并没有违宪 对此 行动党八升国会议员查尔斯指出 一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显然知道 喜莱登行动的内幕 由于因为政变后 导致国盟的政治不稳定 因此他促请警方调查哈迪 以揪出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元凶 他说 去年2月喜莱登行动 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导致西盟政府倒台 这是对大马民主的攻击 看来哈迪知道 喜莱登行动的来龙去脉 警方应该传召他问话 哈迪与其他人密谋喜莱登行动 他们必须知道 虽然没流血 但这令民主瓦解 是嘲弄选民的做法 他强调 重选的议员 以及人民有权知道真相 特别是策划 这场政变的黑手 他说 因为喜莱登行动及政变 导致股市跌 投资者撤离 或打消投资念头 人民投票显得无用 而且我国现在 依然还未从政治不稳定中 恢复过来 难道政治不稳定 不是政变始作俑者 所造成的吗 前首相署部长拿督 在以伊布拉兴认为 西蒙要在第十五届大选取胜 最好的方式 就是与巫统结盟 他今日在面子书上 发文指出 西蒙在第十四届大选获胜 就是与具影响力的 马来领袖合作 而如今最好的 选择是巫统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和行动党联盟 需要与另外一组 具有影响力的马来领袖 保持紧密合作 最适合的选择 就是巫统 巫统拥有能影响 马来选民的领袖 而公正党与巫统联盟 将赢得最多的一席 不过 在以认为 要成功实行 这简单计划 最大的阻碍 是来自公正党和巫统内的派系 他说 安华阵营 必定有反对声音 因为他们不认为 巫统是能推动机构改革 和打击贪污的前进力量 安华作为领导 必须做出这个决定 这将会是他政治生涯里转折点 他促请西蒙和巫统 不要为了过去发生的事 而相互斗争 抛开自负 不用彰显自己 比别人更干净 或更光荣 巫统也必须停止 相信其所宣扬的 即安华和行动 党是人民的敌人 要走出过去的阴霾 这样才能实现新的梦想